使用卫星拍摄地球上的灯光照片是一种新兴的技术,很多机构甚至用这种卫星灯光照片来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程度。 通常情况下灯光面积大亮度大的地方被视为较发达的区域,反之灯光面积小亮度暗的地方则被视为潜发达区域。 其道理很简单,发达的地方用电多,像发达的地方用电少。 不过很外国人根据卫星照片也发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中国的发电量现在排名世界第一,但却不是最亮的国家。 2017年主要国家发电量排名是,中国为6.5万亿度,美国为4.5万亿度,印度为1.5万亿度。 不过在卫星照片上看起来,美国大陆是最亮,而印度的夜空看起来比中国也要亮。 卫星照片显示印度灯光比中国亮,为什么发电量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在卫星照片上看起来不亮呢? 不少外国人带着这个疑问来到了中国,但是实际情况是让他们很吃惊,中国的夜空灯火要比印度要亮多了, 和卫星照片显示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有些外国人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发现这似乎是和中国人的住房与城市结构有关系。 中国人城市住房普遍采用楼房结构,而且高层楼房也非常多,因此居住用地少, 像印度城市居住区面积也比较小,而印度基本都是以单独住宅为主。 所以在人口相同的情况下,居住面积要远远过中国, 以致印度10万人口小城市的居住用地甚至与中国50万到100万人口中心城市相当。 就在卫星照片看起来就比较显眼了,印度城市以低层独立住房为主, 另外中国居民楼的结构让卫星很难拍到显眼的灯光。 中国一般城市普通的居民楼都有20到30层, 一栋楼里可以有上百户居民。 夜晚如果从地面看,这些居民楼的灯光非常显眼, 但是如果用卫星从正上方拍,却拍不到什么灯光。 但是在印度的话,上百户居民就要占很大一块面积, 特别是单独去湖都有户外灯光,在卫星看来就更加明显。 不过如果从地面上看,印度上百户居民灯光, 却没有中国高层楼房显眼。 中国高层居民楼灯光不易被卫星拍照,眼见为实, 卫星照片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中焰的夜空灯火对比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